歐洲聯盟在星期四表示 不打算立即仿後其成員國意大利 對來自中國航空旅客強制進行新冠病毒檢測 歐盟衛生安全委員會星期四上午 在布魯塞爾召開緊急會議 來自27個成員國的衛生官員 承諾將繼續尋求共同旅行規定 同時指出目前在中國流行的BF.7 奧麥克用變種前已在歐洲傳播 他的威脅並未顯著增加 各個委員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不過我們仍然會保持緊急 並準備在必要時使用緊急煞車 意大利總理梅洛來週四向歐盟施壓 要求他加入意大利 對來自中國的旅客進行強制檢測 他說對來自中國的所有航空旅客進行新冠檢測 只有在整個歐洲層面上才有效 並指著很多人通過其他歐洲國家轉機抵達意大利 之前意大利已經宣布將強制要求 所有從中國抵達航班的乘客進行新冠檢測 米蘭市的馬爾彭薩機場在12月26日開始 對從北京與上海抵達的旅客進行檢測 發現其中一半已感染新冠病毒